部署一点 也比较有 我当然想着我也不敢讲大话 就是说看看能不能在裁员上进去相伴 甚至于我们做的视频要变成有点 比较前瞻性一点 就像休息老师以前他把这种胃癌的做得那么刺功 还有其他的都做得不相伴 所以他有脚跟的双视频 那个民众接触度非常高 我们想办法弄一台XR 那个机器很大 不会来大 而且民众接触度非常高 所以我昨天没有讨论到这个意义 但是今天张教授 其实我们已经规划 在台湾本部已经在规划 我们不然就是说像张教授所讲的话 如果说我们找到一个经费 我们就做一个五年计划 特别是妇女健康掌握的方面 对 比如说乳癌 子宫颈癌本来就是做什么 那就是怎么样 特别是乳癌部分 是不是可以做得更详细一点 然后 短肠癌 短肠癌 短肠癌是很困难诊断的 那CAE150 它的敏感 跟那个 特疑部 效果怎么样 但是休息 有必要 我会去想 把high risk定下来 然后再进一步检查 包含那个low dose 701期 那这样子是 是对地区的妇女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对 如果说把它弄成一个issue 而且有一个很严谨的计划 而且有一个不算短的时间的call up 然后这样的话 我就会去思考 怎么样来努力这件事 当然我不敢闯大话 就是我会去把这个收铁 就会闯得很务实很严谨 三千多元 三千多元 我那个桌子有上很高贵 就是要做计划室 如果我们找到机会 要做整个计划室的那个掃描 前进音掃描 所以我们就前进一掃描 就会把心理全部留下来 所有的影子都可以看 对 全部都可以看 是 这个就是带来新的 需要预算多少 需要预算多少 我们就是再去找钱 包含我们现在的前瞻计划 我们现在未来的中产人计划里面 我们可以把 就是 林教授把这个做法 这个血清度 然后希望怎么样运用 需要多少时间 然后需要多少预算 或者给我们一些 一个三个人 我们来一起想想 是 我们可能要同心协力 因为他这个 前测到 所以我在想说 因为也跟现场报告就是说 那个彰化性卫生级 他们也没有 现在就是要在彰化 弄一个血清监理 是 因为你多也没有办法 对 但是没有做的话 就没有起头 这边国际如果接轨的话 就有那个 起头怎么做啊 需要多少钱啊 先做 我们可以先来先做 对啊 先来先做 这个部分可能就要麻烦 立成这个部分 跟 金氏开口价 那个邱老师的部分 是 昨天HTV要改靠油 是 HTV 常哥要打准价 免费 我帮他们打准价 是 是 是 因为很少的钱发会更大的效益 那你 你那个 在一两年你发很多的钱 但是有时候照顾的 就是很窄的一部分 就是 臨床上出现 有问题的 那是必定是少部分 那平常的健康照顾 其实是 可以做 然后 花很少钱 然后效益很大 这个是 就是 张教授跟陈老师这边 能够协助 那未来 如果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再加上 我们有 血腥库这个 做后盾 然后 以后 可以把整个麻烦的名字 健康照顾 可以做一个很好的 一个计划 很完整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 其实我们 这样一点 啊 啊 14 啊 这边要写张片名字吗 不用 不用 不要 就这样 就这样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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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